为了迎接农历春节 高雄市启动了城市花田计划 将花海营造到美农、山林、六龟等地 而这三区也推出了自己的观光景点 农特产还有客家文化等特色来联合行销 把山林的葫芦当作乐器吹奏出美妙乐身 还有美农蜜、六龟的水果等农特产品 统统集合在一起 为春节即将展开的美农、山林、六龟 三区一体联合行销活动做宣传 我们今天办的记者会非常有趣是三区一体 也就是把美农区、山林区跟六龟区 他们所有的观光景点特色 全部在今天呈现出来 最主要是希望邀请我们大高雄 还有我们全台湾的民众 在寒假跟春节期间 可以到这三个很可爱的地区来参观 除此之外 也配合市府的城市花田计划 打造高雄后花园 比如说我们有美丽的花海 像波斯菊跟向日葵 我们有很多农特产品 包括南瓜、蜜枣、木瓜 还有很多客家的食品 所以结合了文化的特色 结合了观光的特色 为了方便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游玩 驱空所更贴心推出交通停车的资讯 可供查询 那更重要的我们这三位驱空所都非常的细心 帮各位准备了主要的交通要道 要怎么走会比较快 然后甚至停车的地点也帮各位准备好 在我们所准备的这个小的Pro Show里面 跟大家示范出来 如果各位在去春节期间亲子旅游 在这个地方的旅游要道 可以经过我们1999 或者是我们观光局民政局的网站上面 都可以查得到 民众不妨趁农历过年假期来走春赏花海 到果园采果子 体验山城乡野间的万种风情 甘去地底 美丽无敌 港东西万物之一 水腹天采访报导